我們現在在 Chrome 瀏覽器上面的網址,就打 gmail.com 然後 enter 進來 然後先登入一下 gmail帳號 沒關係,這個帳號密碼,只是人家看到你的 gmail了 其實小老鼠 gmail.com 可以不用打 沒關係,就 enter 進去 然後接下來打密碼 好,如果密碼打好了,我們就 enter 進去之後 你的手機有帶來嗎? 你拿一下手機一下 我跟各位講,因為這個 gmail 現在有所謂的兩階段驗證 有時候就是,因為如果你有把 gmail帳號在手機上 它就會,這個東西,你就要在手機上看一下 它也有三個號碼要你點選 那點選的時候代表這是你本人 你就可以進入 gmail了 好,進入 gmail之後 按這個右上角的九宮格 然後再來選底下的更多 然後可以找到 plug 點進去 好,第一次進到這個部落格 好,我們先按右上角的登入 登入它就會自動取你剛才的 gmail帳號 好,直接做動了 來,你選一個,選一個你剛才的按鈕 登入 好,登入之後,第一個看到的畫面長這樣 先在這個顯示名稱來,你簡單的打一個 你可能會要做什麼樣的取向的 不知道,那就先暫時吧 比如說你就,你有沒有暱稱 一般你可能,你有什麼暱稱 OK,簡寫吧 好,都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 好,假設您對旅遊有興趣嗎 我們就這樣,比如說這個 然後你後面寫 那個travel或者是旅遊 中文字都可以 都可以 這個名字 這邊的名字我說是自己看的 自己看到的 所以這個不重要 OK,如果這樣OK 就來下方的,開始使用 plug 然後進去之後 來,因為我的畫面很大 我稍微縮小一點 好,來 然後呢 建立新網誌 來,選進去 接下來呢 我就上面就要取一個名字 這是放在你的部落格上面的 我們叫橫湖 橫湖上面你要點個名字 就是大家看到 就像我剛才說 欸,王影聰的社大學習 讓人家知道說 喔,我的網站是專門做一些教學的 學習的 好,那你這邊寫一個 比如說 講,剛才既然是去旅遊嘛 我們就寫說 你剛才的那個 你的英文 然後你的旅遊 旅遊心情 或旅遊記事 回台紀念 蛤 回台紀念 也可以啊 喔,你長時間在國外 嗯 OK 或者是 那個 這邊要寫名字嗎 可以的話也可以 就是說 欸,像比如說 我們這一位是 可能常常在國外 那現在有人來台灣 那也許你想要寫一個 跟台灣有關的 好,然後 你可以寫一個 那個 那個 比如說 取個名字可以取個比較有趣的 好,比如說 你甚至取個是說 呃 呃 呃 摩外 呃 呃 呂 呂外 呂外華人的 台灣 心情 好,等等的 你可以寫一些這樣的東西 好,不然你就先簡單 可以改 可以改 你就先寫你的暱稱就好了 好不好 OK 好,然後呢 來部落格 接下來 來下一個 地址 地址 你就去 你也可以用這個 這裡的 那 main 然後travel 看看 nei 然後travel 看看可不可以 好,然後點這個 欸,不行 然後你就 比如說 main台灣travel 我加一個 加一個 好,是個網址可用 好,可以 好,可以 點了 點了之後呢 底下 預設有七個版型 你選擇一個 暫時選擇一個 但是我比較建議你 你選 選那個中間橘黃色的 是比較單純一點點 我建議各位先暫時 以後可以改 以後可以改 好,好 選了之後就按建立網址 好,建立網址之後就到這個地方來 好,各位就到這個畫面等我 好嗎 好,先請各位坐一下 好,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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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